今年第一波梅雨封面在这个星期报道 为了避免梅雨封面带来灾害 公路总局宣布即日起到16号 南衡公路梅山口到向阳路段实施预警性封闭 同时也会安排抢修机具进驻待命 提醒右路人要绕道 南衡公路在今年5月有条件的开放通车后 迎来了第一个梅雨封面 公路总局第三区养护工程处 研判气象水情情之后 发现雨量预估会超过大雨等级以上 恐有带来灾害的疑虑 因此自即日起至16日 实施预警性的封闭 那这几天林星的一个降雨 也造成我们有一些林星的落实 那像昨天也接获了好几起的一个通报 那公路段这边立即来通知我们的抢修厂商 以及我们的保全同仁 赶快进场来就一个清理 那公路段这里启动这个预警性的封路 这礼拜六日跟下礼拜一 这三天会有预警性的一个封路 那届时梅山口至天池至向阳 这个路段是没有对外来开放的 请有意要上山的民众要特别的一个注意 而公路总局也提醒有意上山的游客 除了事先查询道路管制的时间 以及山区路况外 如果遇上下雨或是浓雾天后时 尽量避免上山 同时也要注意在行进公路时 可能会有偶发性的落实发生 记者陈继琳台东综合报导